先講一講慶典 本身這個慶典 逢親這些大型慶典 香港是有一個機制的 是由民政事務局直接領導的慶典辦 慶典辦公室去做負責統籌 是負責所有細節 這次當然是複雜的 複雜情況包括了檢驗檢疫 也包括了安全衛生的要求 安全要求可能與保安局有份 而衛生的要求可能與衛生署 亦都可能在慶典辦之間協調 對於所有的嘉賓 他需要做什麼措施 才可以去到會場 或者與習近平的距離 可能少於五百米 又有什麼措施要做 可能本身都有很多要求 政府有消息傳出來 因為這個訊息 安全上 包括了在隔離上 在檢疫上 或者在衛生上的要求 是有些變化 所以慶典辦都很辛苦 在慶典辦處理這個變化的應對上 是覺得很辛苦 現在建制派有人提出一個投訴 就是說他們本來已經內定了 可以參加習近平的見面禮 甚至可能有些人是有份頂戴合照的 但問題他們到現在都未收到正式邀請下 甚至乎入住哪間檢疫酒店都未知 如果他們遲了入住 他們知道規條很硬正 跟記者一樣 如果他們做不到本身的檢疫和隔離要求的話 就算是因為主辦單位遲了通知他 做不到要求就做不到要求 他就無法出席這個慶典了 如果慶典本身安排了他有份和習近平同框拍照的 就算多人也好都是同框拍照的 可能他都因此而不能出席 這是在記者身上發生的 早前有一班記者和一批傳媒 獲批准參加這個慶典採訪儀式 但當他們入了記者資料之後 部分記者被拒出門外 拒出門外很簡單 慶典辦或新聞處要求 就是他們去更換這些記者 又讓他另一些記者去補位 但問題就是原來本身記者 都會需要做檢疫和檢驗的 亦都需要做隔離的 如果他們過去的三天 沒有做每一天的核酸檢測 原來又不可以做更換 所以這次部分記者不能夠出席 縱使新聞機構被批准 但是他們因為其他記者 是沒有做到 即是說是後補記者 是沒有事先做到一些檢疫和隔離的安排 所以他們可能因為這樣 是沒有辦法參與採訪的 這個信息都可以顯示 就算你是嘉賓 貴賓也好 如果你沒有做好 本身在參加慶典上的檢驗 檢驗和隔離的安排 你都很自然的 你就沒有可能參加慶典了 即是說 為什麼建制派這麼緊張呢 就是對他們來說 能夠從習近平同框拍照 能夠在特區成立25周年的拍照 某程度上可以證明 鐵證自己是管治班子 是一個接受 是一個認受的班子裡面 當然對於香港人來說 這些虛榮 基本上是不會覺得有任何感覺的 但是對於建制派來說 這些虛榮就大到不得了了 所以慶典辦當然做得不好 真的做得不好 我政府其實一直的表現都很差 但是去到最後一刻 即是去到6月30日 已經是他們任期的最後一天 當然公務員仍然會延續 現在在講問責官員 但是他們的管治能力 他們的執塵能力 辦事能力 可以看到 只是在這次回歸慶典這麼小規模 一個小規模的慶典 都可以搞亂七八糟 都可以搞亂七八糟 都可以搞亂七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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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處事 是的確的確出問題 你不能夠說 有部份官員就是不盡力 尼多利德權已經說了 不盡力的官員 很多的其實已經是沒有做宣誓 而做了宣誓的 都理論上已經宣誓了一輩子 他們正在效忠特區政府 不應該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一而沒有宣誓的人 或者延遲家的人 都被立德權解僱了 立德權覺得這是功德 好了 情況之下 公務員團隊理論上 是上下一心的 沒有理由在慶典活動上 仍然處理得七零八糟 希望香港政府 盡快搞定 整個慶典上的安排 當然 這次又打風 所以很可能會影響到 整個慶典舉辦本身的流程 可能整個禮賓 即是禮賓 即是禮賓 或者禮賓的一個流動 或者安排 可能都會有一點點辛苦 不過希望香港政府 克服這些困難 不要小小事都出醜 好了 另一方面 可能因為慶典辦很忙 可能慶典辦抽了很多政府部門人手 去幫忙 所以這次 連七一受婚的儀式 或者七一受婚的一個名單 不要是儀式 你說如果要習近平直接頒大紀經分章 就不可能 但是最少公佈了受婚名單 也叫做 在二十五周年的慶典之前 知道哪個將會受婚 哪個就分到豬肉 分到餅仔 可能很多人有 因為梁振英在最後一期 是頒了十二個大紀經分章 林鄭月娥也走了 會不會頒多大紀經分章給她的朋友 新世界集團的人之類 這個未知的 但是現在知道 這個受婚的名單 將會押後公佈 押後公佈究竟是因為 本身的名單上有些存在爭議的人物呢? 又或者李家超有部分人 是覺得不應該頒獸給他呢? 是奔出來呢? 還是說李家超想加些人進去呢? 又或者 還是林鄭月娥當時 預計不到部分官員 不能連入 譬如他喜歡的聶筆權 原來本來只是給一個 之前給了一個銀子經 這次可能是強行推他上大紀經 可不可以呢? 這一個很可能有這樣的機會 也有可能 就是說 名單不會改的了 只不過呢 李家超想由他去公佈 讓大家覺得 大紀經分章是由他頒給大家的 這個大紀經分章 不是這樣說大紀經分章 講這個受婚儀式 本身都要押後 可想而知看到香港政府 每一年習慣去做的一個典禮 每一年習慣去做一個流程 即是說受婚儀式 都不是特別的了 無論今年是否五逢十一大慶 無論是否二十五周年 都根本一定要做 也一併有負責官員 一早已經預備了 可能呢 大半年前已經有組織名單 篩選 去決定 那為什麼呢? 都搞到要延遲公佈呢? 這個可以見到 一而再而生 看到林章的政府 其實真的 表面上看上去 就好像 每個人都用心做工 但實際上 無論在執行能力 在計劃 在策劃方面 以及在實際上的表現方面 都是令人非常擔憂 接下來 新的管治班子 李家超的班子 換了很多司局級官員 也有一部份流任 但是政府的架構是沒有變的 當然是常秘的升職就是新的常秘 但是呢 整個政府架構裡面 即是說 在20萬公園裡面的頂層 能夠直接跟司局服務的人 其實不多 那幫人仍然在 現在林鄭月娥在美其政府搞到這樣 究竟是因為司局官員無能 躺平 不管 還是其實本身 在執行這班公務員那方面出了問題呢? 這個值得去研究 如果一個這麼小的慶典 一個本來每年都做的授婚認識 結果搞到亂七八糟 甚至要押後的話 這個幾宜笑大方 都會不會有問題 那會不會有問題 我們會不會是不會有問題